日前有名女子到台东的海滩散步时 发现整个海滩布满了百里透蓝的不明物体 一开始还好奇用手去拉她的尾部触须 之后一查才惊觉 占世世界第三毒的森茂水母 而专家也表示森茂水母其实不是水母 而是一种海洋生物的聚合体 而且即使是尸体也带有毒性 被遮到最严重时可能会致命 从画面上看到这一团白色半透明 周边还带有一点蓝色的物体 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海漂垃圾 但要注意这可是目前世界毒性排行第三的森茂水母 先前有一位女网友在东河湘海边的出海口 发现一堆森茂水母被冲上岸边 吓得她赶紧发文警告其他民众 因为这种水母含剧毒 如果不顺被遮伤严重时可能致死 其实它不是水母 它是一种群聚生物 它不是一只生物 它是好几只个体 然后组合成了一个像水母形状的群聚就对了 但它还是属于枪肠动物 枪肠动物就是水母海葵 水海上湖那些都是枪肠动物 它就是有那个泡泡状的水母体跟下面畜虚 那是水气体 它是这样子组合出来的一个生物 其实我们有时候去海里游泳被水母咬 遮到 那还是一样之后 它的毒性就是伤口反应更强一点 那一般就是会红肿 然后吸水泡 甚至就是毒一点的话 就是你自己就会麻痹 所以是相当危险 但为什么这些有毒的水母会出现在东海岸的暗季 学士所人员表示 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每年东北季风时 台东都会出现森帽水母被吹上岸的事件 因为它就是漂浮在海上的一种生物 那它会接近岸边通常都是因为风吹过来的 所以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 就是说看它它着陆点在哪里 通常就是风向的关系 这个时候都会靠近东岸这边 这些森帽水母在岸边 看上去就像一般海漂垃圾一样 在此也呼吁民众 在海边暗季活动时 切勿因一时好奇而去触碰 以免被折伤 记者 陈基林 台东综合报道